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体验学习 什么叫实际体验学习呢 就是这门课主要的内容就是 带修读这门课的同学走进社区 虽然不能够亲身去清零现场 但是透过我们媒体教材的影像和声音 来让同学们实际能够体验到社区的营运 还有社区的风光 所以这个画面非常美丽 我们还搭配了空拍机还有360 就是360度的3D的环场摄影的效果 虽然我们不能够亲零现场 但是能够体验到实地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走访有宜兰县的社区 有离岛金门的社区 有新北市的社区 有台北市的社区 走访的社区的形态差异甚大 所以各位可以去比较 那么这门课 它最大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体验学习 有别于以往做概念式 或理论式介绍的课程为主的这种内涵 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希望修读这门课的朋友们 能够轻松学习 可以走入社区的实况 去体验到社区的特色 了解台湾社区发展的一个成果 好我们就把这门课 郑重的推荐给大家 希望各位能够来修读这门课程